对于刘家梁来说这一次的全景赛相信他已经是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快速相持 漂亮 樊振东的这个质量是真的高啊 这郑守卫看回头第二把 拎起来之后形成樊振东的对抗给他中间 樊振东扎立 看得很严 弯斜的度数不能超过30度 4比4的比分 反手拧起来 樊振东侧身拉住回到反守位的对抗给到中间变正手 这就是能力 其实刘家梁在这个正反手的转换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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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标志性的技术动作出来了 反手所直线 当时我记得樊振东迎马龙那招 那么现在就是看刘家梁的这个点 能不能去调动住樊振东的这个正反手 这球是直接判分了 目前樊振东拿到绝点 反手位起来 最后比分是11比6 樊振东是 逆旋转 拎起来 中间给反手 反手压住 来看一下这球可能是发得有些高了 好球 正手为了对抗 不得不说这球刘家梁已经很能扛了 左半台的这种对抗会更多一些 拉住 刘家梁的优势 这球是 进入到我们的团体淘汰赛之后呢 我们现场的人数也是倍增 防回头了 消了100 扣了一个长球 押住中间以后再给反手 最后比 一旋转 这 还是同样采取逆选招发球 这个时候 这个力量包括这个质量真不是盖的 是 反手会起来 压到中间 后再给正手 来看看刘家梁的发球 有 对了 折腾 这球 这球顶得太靠底线了 最后比分定格在了11比6 凡震东是3比0战胜了刘家梁 其实轻松的刘家梁发挥 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对了